現主席 當時新冠危險疫情相當緊張時 在在自己負責收縮和獨奏分鑒 在在29號的月份 向向團出無限下榜的兩名受幸人 今後出現到疫情不清楚的症狀 經過檢查 血氧的收定是一直下降 以方是冠軍來通報到家議官的消防救救護車 送王家議定客病院來救救 包括在經過精團這兩人和新冠危險疫情無關 家議官消防救救救護中心 先在疫苗四點 接著家議款收縮減落差分隔通報 9月34號的受幸人 需要經濟三百億治療 9車的時候 費用是92 在3的途中 落到春七十八 另外1月46號的受幸人 即是在港過的時候分鑒 兩人是不一樣的失望 家議縣消防局於今日十五時及十六時許 接或家議看搜索兩件救護案件 救護人員到達現場後發現患者血氧過低 對痛有反應 可以回在行呼吸面罩 分別由陸草消防分隊及 相互救護分隊送往長庚醫院 募情經過三間 兩名白人募情精斷 交易情是不相關 同時也會持續觀察白人的狀況 世新新聞 正義行家議官 蔡鳳保德 各位鄉親 四大 大家好 我是管長 翁張良 浴情越來越嚴重 有人問我 這樣到底要怎樣 雖然嚴重 但是大家不能恐慌 拜託大家 做好三件事 沒必要的時候 請大家不要出門 掛水浪和洗手 做好這三件事 真重要 各位鄉親 各位社團 按照政府的支持 大家團結 對抗白毒 不不用怕 拜託大家 沒必要的時候 不要出門 掛水浪和洗手 感謝 多謝 多謝 蘇起可以重來 但人生的取集不能重來 加入AI科技特色班 設計屬於你的未來 在嘉義縣 永慶高中跟竹崎高中 擁有專業的AI科技師資 軟硬體設備 以及大學資源 歡迎大家來報考 AI科技特色班 無縫接軌世界庫科技